记者王骏中台南报道,30岁刘美的女物理治疗师,两年前返台在医院工作,最近已因太过劳累,罹患肾衰竭疾病,必须终身洗肾,心情不佳,又担心父母亲要照顾她很辛苦。 2日清晨从南市安平区大楼住处10楼纵身跳下结束生命,警方调查排除她杀可能性,家属也对王女死因无异议。 今天上午8点许,南市安平区移动大楼的保全员在大楼内外巡逻时,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花圃走道,全身苍白僵硬,保全员报警并通报大楼内住户询问有吴嘉仁失踪。 司分局警方到场查出死者是曾留美的王庆女物理治疗师。 警方调查,年约30岁的王女原本一居美国担任物理治疗师,约在两年前从美国返台工作,与父母一起住在南市安平区的一栋住宅大楼,最近可能是王女离患肾衰竭。 需面临终身洗肾的治疗状况,心情不好,加上担心父母亲得辛苦照顾她。 她不忍父母过于辛苦,决定了结自己一生,不让父母跟住她受苦。 司分局侦察队表示,家属获报告诉警方王女最近心情因为生病低落,可能因此想不开。 王女与家人同住在大楼的十楼,警方查看死者房门繁琐,没有任何外力侵入迹象,房间对外的窗户打开,下方有一张椅子,研判死者从窗户爬到大楼外纵身跳下。 另名在一家母厅担任领台工作的女子,一日晚间也在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端某大楼住处稍叹气绝身亡,此女留遗书要母亲帮忙全权处理其财产。 警方初步判断该女可能受到感情纠葛与工作生活压力不堪,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。